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半决赛的一场快级的一个对决 那这盘棋就是一个特殊的背景 在大棋上进入复赛阶段 等于是单淘汰 先开始是预赛 然后是淘汰赛 这盘棋就是说谢静是后手在求和的情况下 就是合棋的情况下就会淘汰对手 所以黑方显得走得有一点保守 是 他也是在后手合棋 可以晋级的情况下 对 因为现在反正打成合棋 对 红方呢 红智呢 采用的是故宫炮 对 在加赛快棋 他也是选择了一个 黑方选择一个中炮开局 就张老师这个就是对于故宫炮来讲 这个黑方这个中炮是不是也属于 既然他想要稳中求胜 走中炮是不是也是一个积极的一个走法 跟他的想法不一样 这个是这样 就是说中炮呢 并不代表着就是选择激烈 这样 我因为我也想着中炮肯定是积极对攻的这么一个态度 对 但他后手又合棋又满意了 中炮呢 是代表着对红方的中路有一种牵制 因为呢 我并不能以这个走一步中炮就代表我走得很积极 我走得很凶猛 对 跟这个意思呢 还不太一样 是 就是说黑方呢 可能愿意走中炮呢 来牵制红方 这是黑方的一个思路 黑方可能是觉得走骑马呢 这个骑容易纠缠 子力啊 揪得很紧 所以他想利用中炮呢 来牵制红方 这是黑方的一种布局取向 对 跳马 然后黑方 这时候也是觉得马八进七 红方先把局取出来 嗯 黑方走马 黑方马二进三 双正马 嗯 这个也是正常的 嗯 红方用七兵来制马 然后黑方走炮二平一 炮二平一 嗯 这样呢 红方呢 如果走马八进七 黑方局一片 红方局一片 黑方有个局二进六 局二进六 嗯 对红方呢 有一些干扰 所以这个地方呢 红志走得还是比较灵活 他是准备跳边马 然后对黑方的这个右拘呢 形成一种啊 曲线的这种阻击 对 如果你拘一平二 我拘 他实战也拘一平二 对 出拘了 我出拘 如果你再走拘二进四 拘二进四长起来 啊 我红方正常有一炮八平七 这儿黑方的三路马呢 就收工 这三路线啊 是有点问题 对 如果你接入对拘 我将来不是有下兵吗 你躲了 居了 那下不齐呢 我可以炮打你这个兵 还有居八进六 这些手段 对 这儿黑方呢 这个三路线呢 就是有些压力 包括我还有这个送兵 你持 我再长一回炮 炮击性一 这个叫著名的这个碟炮 这个就是我有这些发力的可能 对 所以黑方呢 他就没办法居二进四长起来 对 长巡航区呢 就显得在这个地方呢 就不够恰当了 所以黑方选择居九七一 对 他长了一个横区 这个也是还算不错的选择吧 然后红方走势四进五 红方先补一招势 因为避免他这个捉炮先手 黑方这个时候走足七级 对 冲足 红方接下来走居二进四 这个地方呢 双方呢就是排兵不认吧 对 目前来看呢 还是比较正常的这个进程 接下来呢 就是黑方呢 就是太想啊 取得一些反击了 所以他走了一个炮一进四 实际上这招打兵啊 有点操作过急 那黑方呢 应该走居九平四 对 先这个居占一个类 对 就随时可以来抬起这个居来 掩护自己的这种巡河阵地 那等于说红方现在如果 直接炮了平气对居的话 他可以对掉 以后去死亡长起来 那毕竟红方这个 在局部上亏了这些嘛 对 那黑方也有一些部署上的补偿 是 那黑方呢 就是选择走炮一进四 来打兵 他没有走这个居九平四 对 他实际上是先打了一个边兵 对 这盘旗呢 由于是加赛的快气 双方呢 可能在中局的地方呢 难免呢 有一些走得不是那么 很细致的地方 当然红制呢 最终呢 还是 发力了 这个地方呢 红方就是应该先补一招像 把自己的阵型呢 巩固一下再说 因为黑方呢 他不能去打兵 再吃一个兵 因为红方这个地方啊 有这种手段 这个 直留我们大家呢 来借鉴 对 黑方只能拱 红方马 九斤马 那只能就二平一 对 然后我泡六平七这一打 那这三路马 这 你只能马七退五 对 红方这个时候呢 还有好气 马三退五 他马八斤六可以跳的 对 现在桌没有用 桌他泡我平七 对 桌他泡我平七 红方就直接抛弃队一 这个推炮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手段 下部再抛八平七 一个是双打马 还有一个 将来还有这个手段 抛弃平九 这个也是一个先手 所以这个旗啊 黑方是比较痛苦的 而且这个窝心马呀 将来红方还有可能抢到这个类 还有初帅的这个力 等于黑方就是连出两个兵 但是子的位置是太差 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红方并不怕黑方打兵 对 不怕打兵呢 也就是说红方应该先补一招向呢 使自己的阵型呢 走得更巩固一点 将来再去发动这个攻势 那他实战时也是先这个 先攻兵呢 对 先兵三进一对兵了 看起来是不错 但是给了黑方一个反击的机会 而黑方在实战当中呢 也没有抓住 是 黑方呢凭感觉走跑一队一 形成这个牵制 对 但实际上呢 黑方呢是错过了一个反击的机会 黑方这个旗应该走马七进六 来对红方呢 直接在中路上呢 这个反击 是 那这个只能拱了 这个只能边上进一 对 黑方在旧平七这样 等掉 对 这个棋 我们看吧 就假如你等掉 对 召唤 我打一枪 打一枪 你因为你不像也没有什么 不像这个太空门了 就算你 黄河中炮吧 黑方狙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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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 他这个地方他正好不怕 你看你狙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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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狙� 如果补一手像 就是把自己阵型 那我也可以去九屏膝 还是可以去九屏膝 就是这个棋 你的意思就是补一招像 那你也没什么变化 我也出去 这个棋黑方呢 应该说还是可以的 能获得比较不错的 对抗的形式 双方基本上军 他们这个对三兵 是挺好的一个先手 但没有到黑方 有这个马七进六 一个短击的 这招棋呢 可能是林长当中的黑方 忽视了这个选择 对 但是他这个 走一个炮一退一也是 看起来是不错 但是不如马七进六 来得更直观 是 看起来是不先手 这个炮一退一呢 最主要红志都想好了 他正好有一个金炮 把它打住 对 这个地方黑方呢 还是 这个二路第一 还得长起来 稍微有点吃亏 然后他走区二进四 对 区二进四 防止他炮了平八 把区打回去 红方 像他有 这个时候不有点像 黑方走居九平六 他居九平六 那一区 这个地方平居呢 还是稍微缓了一点 最凶的走法 还是应该走 祖三一 就四兵见面 就是按照您的意思 就是我要贯彻 跑一退一的这个思路 你这个打局 你这个打局 我正好能躲开啊 对不对 你这个打局 我这个不怕的 就是把这个兵啊 展开子力 对 这个棋 黑方还是可以的 是 就是黑方应该抓紧 时间走这个 那反观呢 这个棋呢 就是红方应该先把这种棋 然后再补下 所以说这个棋啊 就这个 这个终局啊 这个战斗啊 非常的微妙 是啊 按您说这个 每步棋这个开局这个 但是如果你先马九进棋 他有没有抛一平三 他也不怕 抛一平三我再飞翔 我还是先手 对 再相当进 因为我要是拱国地 你有招二 我就先飞翔 你打我这个局 我再马七八 等你这个局 还是红方先手一点 对 是吧 所以说这个棋呢 黑方应该马上足三级 黑方这个时候 剧九平六了 对 还是走得稍亏了一点点 但是呢 它是想了以后 剧六进三再长起来 这个时候红方就马九进棋了 其实这个棋 红方呢 泡六平七是不是也可以 对 这招棋也是不错的 因为同样阻止黑方 足三级一嘛 对 因为足三级一你拱 我也吃有个泡八平七 有这个双打的棋 双炮去攻击黑方的三路线 这儿呢 应该说还是红方比较有利 红方应该先走破了平七 所以说这个中局啊 这个战斗呢 就是双方啊 这个错纵复杂 对 看起来先走哪个也行 后走哪个也可以 但实际上就是说的 到了这个象棋的 这个中局的战斗呢 只有一条路是最好的 对 这个 红方 实战走马九进七 黑方这个时候 稍早了一点 这个时候他走足 足一进一 进一 嗯 红方呢 看到这个棋呢 就说的 不好去 这个取得啊 更好的突破 因为这个地方啊 如果你先拱他去吃过来 掉入这个三路线 然后这个地方呢 你去换吧 也永远是后手 对 所以这个棋呢 红方这个马九进七之后啊 就面临着到底如何 展开攻势 这么一个难题 他跳马也是想要 就直接冰淇淋送兵 对 就是他有这么一个 连贯的一个 就是说红阵呢 在这个局部的 这个战术意识方面呢 还是非常的出色的 是 就是说他在这个 这个地方呢 他还是走得 比较精确的 这也是唯一呢 能够让黑方呢 感觉有些难受的地方 是 他先送七兵 那么黑方 黑方也只能 居二兵三接受 对 红方在马七进九 这个地方 黑方 如果走足以精英的话 红方就跑二兵七 这个三路线呢 黑方就 比较难用 所以这个地方 红志 马七进九以后呢 这个蟹进呢 躲过了第一个陷阱 他走居三平二 再回来 这个吃兵看着很随手啊 对 一吃他 他跑二兵七 这个 七路线每个二手 他只要这个 聚三平二 这又是一部巧招 对 黑方呢 就是先进后取 这儿呢 很从容的 就化解了 红方的这个公式 对 就是说 从现在开始呢 黑方就是 也是争得了 不错的这个局面 像你 马回去 他最要进行吃泡 对啊 他也是回 没办法 他也是 只能这个 冰三进一过冰 因为你马回来 他吃泡 你再拱 对方还可以 居六平二 再过一个局 对 这儿红方就 你先回这个 他最要进行吃 你拱 他不吃这个 对 他居六平二 再来一个 要躲你这个马 那你只能 居交换 对 你如果交换的话 可以往这个 居的位置太好了 对 然后你拱一个 三平对方 退一下就行了 马其退我也可以 这个棋 作为红方来讲呢 一无所得 以后可能 还要对两个局 对 下一个残局 所以说红方的 这个棋呢 不能退马了 来不及 退马黑方是很满意 所以红方就是 强行先把这个 气足先吃掉再说 是 黑方接下来 走足一几一 他也足一几一 对 然后红方走 炮八退一 因为现在这个炮呢 丢着呢 如果你这个 兵要拱下去 这个棋就太平稳了 他说这棋 其实兵拱下去 是不是 红方也挺快的 这兵过一个 拱下去呢 是 红方是不慢 红方是不差 但是当时的这个 情景呢 最主要是红方怕核 对 他必须要征设 对 如果走 B321的这个棋 就容易简化 对方也看得很轻了 所以红方呢 就故意呢 保留一下这个变化 走 左炮子 退一 对 也是继续考验 黑方 对 这个卸进呢 应该说前半盘呢 总体来说 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 但是从现在开始呢 就是犯了一些错误 这时候还是挺关键的 对 中局阶段 那这个走到这个地方 黑方到底走什么最好呢 我们稍后呢 再给大家呢 做这个 各位企有 欢迎您继续回来 走到了这个 中局的战斗的局面啊 应该说双方到了 紧要关头 这个中局呢 双方啊 通过十几个回合的 对攻啊 只是换掉了一个大字 对 这棋 黑方呢 临场呢 当时就是比较 贪恋红方这个三路兵 走了俱二平期 结果这个棋啊 就整体来看呢 就是落了一些后手 对 但是吃兵也是这个 也是大家第一感 正好把自己的这个 气路线的这个威胁 对 切进呢 本身是江苏人 后来呢 这个到上海队呢 这个加入了 上海棋队 也是败在了咱们著名的 一代宗师呢 洪荣华的这个门下 他的棋艺风格呢 应该说 还是比较细腻的 对 也比较精巧 可能呢 这个 对攻 还有这个魄力方面呢 还不是够那么完美 对 这个 鞠吃兵一看 可能就是对这个 太稳健了 太想求稳 对 这个棋呢 黑方实际上这个鞠啊 拉着这个鞠炮很大 对 吃完了这个兵以后 不仅脱离了 让洪荣这个脱钩了 并且洪荣有一个摆炮 直接去 寻找了一些这个攻势 所以对于黑方来讲 黑方并不是没有看见 洪荣炮兵 他可能觉得通过自己的调整啊 完全可以摆脱这个困境 对 他也是忽略了洪荣这个 七路线的一些隐患的威胁 对 这里面就是黑方呢 最佳的一个 最强硬的走法 就是走足五级 这个保留二路局 对洪荣八路线的这个牵制 下步骑就准备 马其进五 在足五级 向前这个冲锋 对 这儿的走法呢 应该说是对于洪荣来讲呢 压力很大 是 甚至黑方这个旗呢 如果走出足五级来 还有这个大局反攻的这个势头 是 洪荣应该说很难控制 最主要他这个狙炮被牵 还是挺痛苦的 对啊 张老师您的意思就是 洪荣这个狙炮 而且两三步之内 还没办法解脱 对啊 你卷二瓶九 我就马其进五 这个马武进七 马武进三 都是先手 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黑方如果从全局来看 应该走足五级 这样反而洪荣 黑方压力更大一些 对 这是最为积极的 但时代当中呢 黑方就走了 G二瓶七 这个就是显得呢 太保守了 对 他这个思路也想的是挺好 但是效果不太好 谢敬呢 谢敬呢 他当时是希望呢 通过这个左翼这个鞠马的 这些子力的运转呢 来取得这个协调的阵型 洪荒 平方 一打 黑方马 七斤六 对 他先跳了个马 黑方准备进鞠 砍马 对 那现在交换 那么洪荒 如果直接去吃足 黑方有马路进五 这个棋 黑方也很厉害 洪荒这个棋 也没有什么所得 洪荒的右翼 也是空门 对 所以洪荒这个时候呢 必须要先卷瓶子顶住 这个必须要 让黑方 平炮打一下 对 这个过门走得很好 对 这样呢 打完以后再 摆脱中路的威胁 然后再鞠四瓶九 保留七路炮 对黑方三路马的攻击 那他这儿不也是 安拿他构思 正好把相补补起来 对 黑方 向三进五 洪荒 接下来走 他走一个 居八进七 居八进七 对 他继续对 黑方的这个三路线 施压 对 那黑方居六平三 保住 对 他继续这个防守 对 然后胡方 马三进四 他又走了一个 抛六平七 他先走抛六平七 对 他是先继续 先走抛六平七 对 这感觉像是一个患子 因为现在你也不敢吃 现在保老平 跟先走马三进四也差不太多 对 因为他下部还是要马三进四 是 这个地方啊 就是局面非常的复杂了 嗯 黑方呢 由于这个临场啊 没有找到这个 合适的应周 而是一下就把这个旗啊 走亏了 对 那胡方肯定现在目前 下一步肯定不会直接吃嘛 嗯 下一步可能按您说 就马三进四跳上来 这个当然了 这个旗呢 是快骑啊 我们也不能要求骑手呢 走得像慢骑一样精确啊 对 因为他没有时间 他感觉这个地方要丢子 是 结果忙了当中呢 黑方就马三退伍去 寻求对子了 结果这个对子之后呢 形势还是吃亏了 说方走到这个 黑方呢 这里边有两种招法呢 都比这实战要好 第一个走向五进三 对 向五进三 这个呢 是比较直观的 就说我用炮打锯 你不是对我三路线有危险吗 对 我加一层保护 然后尽管笨一点呢 嗯 但是我暂时呢 可以解决这个三路线的压力 这是黑方第一种走法 这鞠走开 就在向七进五再飞一个 嗯 或者鞠三平四 或者平七 根据需要吧 是 就是总之飞高向 这个骑可以保证 骑呢 不出大的问题 对 下五骑在向七进五也可以 这是第一个思路 第二个呢 就是走足三级 但是足三级这个骑啊 有一点难 临场呢 不好看 好像不是特别赶走 这部骑是 对 要不然你那下五七三的机会 都没有了 对 这个骑呢 就恰好呢 黑方能够解脱这个牵制 因为现在这个七路区 盯着这马 你打掉我 我打掉你 就是一合骑 红方就只能马三进四了 是吧 跳马跳上来 对 然后黑方呢 这个时候有一个 马六退四的好骑 这个骑 这个骑的临场呢 非常不好 不容易想到 对 那你退马 登驹 那他肯定 驹八腿一蹲 驹八腿退一步 对 然后利用这个马的位置呢 黑风正好有一个 马四进三 绝处风生 有一个 这个骑呢 就是 两笑两笑的马 对 所以说临场呢 肯定是不容易看出来 对 因为这个地方呢 进马以后啊 你飞不行 它底下一僵 就是少 透视 对 白手白少视 把这个马就吃掉了 嗯 你炮打 我就竹三尼 把你拱掉 这个骑 它也不丢子 嗯 啊 如果你鞠吃 那可以 鞠三平八掉过 对 鞠三平八是一个 闪鸡的先手 嗯 它甚至还有马三进四 都没事 这个骑 就是一个大交换 那如果你马四进五 灯 看起来又眼花缭乱 嗯 黑方一种是拖住你 也没事 对 它还有一种 更加简洁的 逼你换子 哦 这个又是 浸泡打鞠 很精巧的走法 对啊 鞠一躲开 这个炮丢了 肯定 你马蹬我 我就拱你 对 这个骑就换光了 这个骑马上就是一个合骑了 对 这个大交换 所以说这个骑呢 黑方这个马 啊 如果要挑到这儿来 这个骑就太精彩了 是 这个太精彩了 就是红方这个骑呢 确实是 嗯 没有办法去 进一步进攻了 所以因为黑方很厉害啊 他还有这个平鞠过来 对 还有这个进马 这个里边有很多这个手段 就可能下慢骑 还是能看到 对 但是快骑 就是 这个骑恰好呢 利用红方这个右翼 薄弱的 空虚的这个特点 黑方有一个回马金枪 然后策马激进 这么一个绝妙的手段 对 能够很 啊 积极的来化解掉 这个右翼的这个 受签的这个不利局面 很精巧的一个战术手段 但是这临场当中呢 这个黑方呢 根本就没有往这想 对 这样 黑方呢 就是想赶快对子来摆脱牵制 这个就走得过于迂回了 他就马 他也是想马三退五 赶紧换 结果呢 你居一躲 我正好居三平四 对 这个骑呢 红方就很简洁 炮就把你打掉了 黑方只能炮 对 把狙 红方再马三进四 我们这儿一看啊 红方整个呢 子力是开扬的 对 而黑方呢 右翼是空虚 面临着红方 狙装炮的攻击 应该说黑方这个棋 就很困难 对 而时代当中呢 黑方呢 又是走马五进七 又是把自己的弱点呢 又是更加的 更加明显化 放大化 对 放大化了 他走马五进七 对 又跳上来 结果让人炮击 一摆 这个底线 没分手了 这起 那黑方走到这 走什么呢 就只能走炮 平三 来寻求这个对炮 看起来比较委屈 但是还不至于啊 马上崩盘 对 那你要是躲炮的话 躲炮我就向我退三啊 我赶快 底线 赶快加强这个防御啊 然后将来对机会的马五进七呗 所以炮水平三走出来呢 还不至于马上 要是换掉就是兵工差点 还是能护手 差点这个棋 我物质上还不亏啊 我还是有这个顽强求和的 这些机会 那他马五进七 这个就是泄境啊 当时太想把这个窝西马 跳出来了 对 结果马是跳出来了 结果被红方抛击乒乓一走 这个棋 这个七路军反而掉不过来了 对 黑方这个右翼呢 过于空虚了 应了兵法这句话 必时急需 正而红方的大子 攻击黑方最薄弱的右翼 巨双炮 再加上这个马 随时可以前进 所以这个棋呢 短短的两三个回合的较量呢 黑方呢 从这个接近军事 一下就走到了败事 这个棋主要是 对形势的判断呢 存在一个误差 当然红质攻击的呢 也非常不错 他也是 每步棋都对黑方加以考验 对 那么黑方 那这没办法 就是马路对四赶紧回来防守 红方 底炮一将 对他一将 只能知识 知识 然后他居九平八 捉了一下 对 当然他是不是也可以直接居九将 居九平六 这一抓他也很痛苦 对 他要是马七斤六的话 那绝路心就一拉 永远不能动了 全拉住 对 那也趴二进一也是 那马四进六是先手 对又是先手 这个马就往里踏 你看他平局捉 太危险了 我平号 你回马 我们摆一下变化 一捉 你再跳 我再捉 这个马就捉得很难受 对 你再跳我居九平七 之类的啊 就是得子了 这个棋就连续跟踪之机 就可以把黑方直接逼到绝路 居九平六是不错的 他实战居九平八 对 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他只能抛二平四了 实际他 他走了个抛二平四 也是防止你九平六 再住 红方 居八坚二 对 居八坚二 这个棋黑方也很难下 对 等于这个四路马又成了一个问题 对 也是个负担 他居七平三 一来 红方泡七平九 泡七平九 这儿等于看 黑方呢 就是被红方牵着鼻子走 他又得泡四平 然后他泡八平九 红志这个入局呢 走得很精巧 一平炮 现在主要是要抽炮 是 居八进三 居八退二 这个八路局一将 退居抽炮 那他就只能 他走了一个十五坚四 对 他这么发 然后红方呢 这个九路炮呢 先点进去 准备一将打马 现在得子 得子 黑方这个马呢 进退为谷 可以说走到这儿啊 这个骑红方就是 应该是确立了盛势吧 就是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红志 这个这几步骑走得很 又简单明了 又很到位 对 这个位置全卡住了 对 黑方呢 黑方呢就面临着 这个受攻 然后这个要丢子的 这个危险 这个马 马的位置 所以说走到这儿呢 红方呢就是 基本上是不如胜局了 黑方平居顶马 红方就 把马回来 对 黑方再平居住 因为黑方这个马 也没有办法了 他再住 就捉了一下 那红方呢 就是走了一个鞠 八锦一 对 他鞠八锦一 他实际上马杨金斯也可以 他直接鞠八锦一捉 马杨金斯你长捉马 我就再回来 你不能长捉 对 鞠八锦一呢 我又要打马 又要吃炮 黑方呢 这个骑就没有办法 也很无奈 就只能鞠吃马 这因为那个鞭炮已经死了 逃不掉了 退一的话 将两具又吃掉 对 没有用 黑方呢 反正就是随便走一步吧 对 红方把这个炮吃掉 吃掉 这打着这个马呢 不仅要打马 红方还有更加凶狠的手段 是 黑方鞠七退三 红方直接走炮 九平八 他马都不打 这个呢 又是一个典型的二路家具炮 对 这个 这个骑黑方呢 就是没有办法 正好这个九路鞠在这 他没有紧 他跟不住这个后炮 对 所以说走到这呢 黑方也就只好这个认负了 那么刚才我看 那个棋啊 黑方可能唯一的解招啊 就没给大家做提示 就是红方走炮击平八的时候 黑方就只能走上将 降五级 你下底炮他降五平六 那个老将 索性向外边宽 就索性就上将 对上将 军事什么都没有用了 挡不住 因为再怎么补也补不好 上将 你点二路鞠我也出将 反正看着很危险 但是比实战呢 可能要顽强一些 红方不是那么好事 对 这样的 因为这种补也来不及 这个大骑胜战呢 也是上海呢 有这个广阳花末 一直这个赞助的比赛 早先的这个比赛呢 是断断续续 对 但是呢 还是坚持下来了 本次比赛呢 是红志呢 最终是力拔头筹 最后取得了这个冠军 应该说在2017年的 这个下半年呢 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 这个大战 对 那么红志呢 以他的这种小永山战呢 获得了2017年 这个岁末 这个时间的 这个大骑胜战的 这个冠军 在此呢 也表示向他的祝贺吧 对 像国内的这些 这个品牌的赛事呢 保持的并不是很多 那么像这些大骑胜战呢 我记得我第一届 我就参加了 是在1997年 97年是 跨度了20年呢 对 也是断断续续呢 搞了那么五六届 都是顶尖赛事 那也希望这些传统的赛事呢 能够更有更多的 这种继承和发扬 那好 也非常感谢 我们所有的棋友的观看 也谢谢我们这些棋手呢 给我们奉献了 这个精彩的这个对局 好 朋友们再见 好 朋友们再见 再见